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16分 赶快带你来看欧美股市目前跌幅加重 画面上是Dowjones的期货牌 目前已经大跌了将近500点 下跌1.47% 那达克目前也是跌幅很深 现在大跌了超过两个百分点 欧洲股市同样的风声鹤唳 画面上是德国股市大跌了1.79% 法国跌得更深 大跌了超过两个百分点 油价同样持续往下探底 不然它原油和西德州原油 目前下跌的幅度都来到两个百分点 到三个百分点 我们来看10年级共产殖旅率 网上飙高在今天 此时此刻飙高了两个百分点 最新报价已经来到3.187 美股还要再跌吗 还会再跌很多吗 因为在今天所有的专业机构 都提出警告说 美股还要再跌 所以怎么解读 我们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 要带你来关心的是 之前大家担心的是升息 现在担心的是停滞性通膨 这个风暴会持续越卷越大吗 在今天金融股大跌 分类指数下错了超过三个百分点 好 这个阶段新交流讨论的来宾 邀请到资认分析师王燕亮 先生好 大家好 财源所助理教授谢晨燕 老官好 大家好 万宝投屋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陈国元 县姐好 大家好 我刚刚谈到专业机构都提出警告 包括巴隆说美股可能要暴跌20% 美银说美股还没有触地 特别是美银还警告标普500 如果4000点一旦跌破 现在是4100点 它说会引发大规模资金外套 蛮吓人的 好 现在美国股市跟台股跌什么 观众数一下 停滞性通膨 什么意思就是经济负成长 但是通膨仍然是居高不下 美国第一季经济已经是负成长的 大家很担心 担心当中的时候你可以夸现 这个礼拜三晚上 美国会公布新的CPI数字 在礼拜四早上台股就会做出反应 现在预期应该还是在8.5左右 所以重点就是在通膨 所以我们可以看台股 从今年的高点跌13.8% 我们过去大概会跟纳斯达克差不多 我们担心我们还会补跌 对 所以纳斯达克 现在盘前又跌2% 只要美国的纳斯达克没有止跌的话 台股要止跌 这个可能性就不高 更担心的是我们的半导体 因为今天台积电已经来到520了 费半从今年高点以来 已经跌了26.6% 现在又还在跌 所以费半如果跌了30% 对照台股现在只有跌13.8% 换句来就是说 台股还有蛮大的补跌空间 我们来看全球股市惨稀稀惨 台股今年从高点以来跌了13.8% 南韩跌12% 日经跌10% 亚洲有可能持续补跌 再加上亚币持续汇出 深圳A股跌了26.9% 港股跌了20% 到Jones那大概费半 这里头跟高科技的连接 比较深的跌得比较深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最关键的就是通膨 那这个礼拜的话 要公布的这个CPI的一个数据 那现在市场大概估计 大概是在8%到8.5% 因为3月是8.5 我现在看的这个研究报告 基本上是8.1到8.2 那为什么 就说二手车的价格是下来了 所以有可能会比上一次 公布的8.5稍微减缓 对 假如这个公布的数字 是8.1 8.2的话 那是利多吗 应该下半周的话 美国股市就不会再大跌了 台股就有可能出现反弹 但是我比较担心是8.4 8.4的话 这个恐怕股市就没有很明显的 一个反弹 所以我们看一下 台北股市它有一个节奏 第一只脚就是之前的16219的时候 跌在电子 今天破了 破了第二个一个低点出来的以后 补跌了一个金融 那这个金融的话 我提醒我们观众 今年大家 不管是电子或者金融 都很喜欢存股 但是存股是有一个陷阱 为什么 你不要存到那个产业景气是反转的 像电子都是这样 然后你看富邦金跟这个国泰金 两大龙头 它已经宣布了股息 大概都是配到3块半的陷阱股息 指率率大概有5%以上 利多对不对 但是利多来了以后 你宣布富邦金是上个周末 宣布了以后 利多出境反而杀下来 为什么 我告诉你 今年的金融股的话 最主要的外债的股 会 债 这三个部分 同步的不好赚钱 获利会减少 现在黄毅的那个理赔 那个是天文数字 要等到7月 听说台湾会在7月 把这个法定传染病新冠的把它降级 降级了以后 理赔大概就打一折 就以前只有你确诊赔5万 现在变成配理赔两三千块 这时候就会疏解它压力 那已经买保单的人也会大缩水吗 理赔 对 因为那个法定的 因为买保险有什么保障 不是 它本来就有一条 你法定的传染病 它被降级以后 它不需要前额的理赔 我知道 我知道有这条 但是这条字很小像蚂蚁一样小 而且我们在买的时候 也万万想不到会这样 但是阿冠 你假如没有这样做的话 金融业就很惨 因为国泰跟富邦 它旗下都有产险公司 就卖那个保单的 但观众注意到 我刚才讲一个重点 7月 现在7月还不会到 所以整个第二季的财报 就不会很好 所以现在金融出现了一个不跌 所以你为了赚这5%的殖利率 其实这一波它下来今年以来 大概都跌了十几% 赚了股息赔了加差 对 所以这个可能陷阱就要特别注意 我们来投一下票 今年会剩下很多次 大家都说今年是金融股的本命年 但竟然会利多出境 还会再跌吗 我们来投一下票 认为金融股还会再跌的 请给圈 请举拍 好 四票都认为金融股还会再跌 都看坏金融 货不单行的是 我们回到产业界 电子股在今天也传出坏消息 是广达竟然发生了 员工暴动事件 是因为员工被关到抓狂了吗 广达上海子公司竟然传出暴动 工人集体冲出封锁线 现场的状况据说非常激烈 有多激烈 我们先看一下影响今天 整个股市的一个表现 你看上礼拜五 其实美股苹果还小涨一点点 可是你看广达今天跌了0.82 台积电跌了1.52 特别看一下 包括玉金刚 大立光都是大跌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暴动的画面 我们先让官网来看一下 到底现在在上海子公司 广达厂区内 好 你看到这个就是上海广达 这个达峰电子 你看人非常多 大概百名的员工 你看他们跟这个门口的这些大白 就是身穿防衣衣的这些警卫 产生了冲突 甚至还有员工直接就推开 就跳脱这个封锁线直接冲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激烈的情况 这么恐慌的一个情况 因为据说是厂区有员工染疫 那主管是跟他们说不要回宿舍 那你不要回宿舍的意思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通通要被关在工厂吗 那也不是提高我们染疫的风险 你看他们直接就冲过这扎门 直接冲了 他们场内有员工染疫 但是其他没有染疫的人 又不让他们感到非常害怕 那他们就被迫必须跟那些染疫的人 关在一起 那染疫的机会不是变很高吗 难怪会发生员工暴动 好 当然这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冲突了 好 那这个暴动影响到 广达未来的出货吗 好 当然第一个 因为我们从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从上海封城以来 其实苹果的电脑的一个出货 已经受到影响 像根据这个有记者直接实测 他上去订货 5月8号订 但是你看他这边告诉他 你要拿到货的时间是6月28号货 到7月12号 这个部分其实并不包含 未来可能延误 也就是说最快是在6月28到7月2 还有可能更慢 都不晓得 那甚至网友是3月份 3月份去买MacBook Pro 已经说要等30天 结果到了以后他又说再延45天 那甚至你跑遍美国 你要去找Apple的这个store去买 都买不到现货 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了 MacBook大缺货 好 那所以 那这个影响有多大 其实我们去看这一波 这一波 这个苹果的这个笔电 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在第一季的销售 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在去年同期 它的市占率是8.1% 但是到今年的第一季 市占率拉上来了 其实对苹果来讲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所以MacBook是 对 成长的4.3% 那第一季卖得很好 照理说这个买期应该会延续 但没有想到现在供货不顺 所以现在订货要等两个月 才能拿到货 所以变成是说 明明苹果的财报出来 是不错的 对不对 我们去看它的 第一季的财报出来 苹果的财报出来的时候 是不错的 可是问题是财报出来以后 它的股价反而修正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苹果的股价 股价在 从日K线的角度可以看到 对 其实你看财报公布以后 其实股价的表现反而不好 那么广大的暴动事件 不只影响到自己 在苹果的出货 其实据说它代工的HP和Dale 现在也出了状况 当然暴动是第一个对不对 可是不知道无独有恶 就是有时候人在衰 你正部门不再死财 这个时候既然 中国又宣布了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宣布什么事情 因为这一波他们要求说 你的电脑就是五一以后 你要去更换国产的电脑 可是过去你知道 菊姐你知道那个HP跟Dale 其实供应他们这些 国营事业政府单位 大概五千万台 所以这些全部太换掉 你看他这里就说 你要把它换掉对不对 好 那这个谁代工的 就广达 所以广达不只代工 苹果的Mapbook 也代工HP和Dale 现在HP和Dale也出包了 因为政府要求要全部换掉 换成国产 这个量很大 很大 所以这个部分又一个影响又出来了 好 另外一个就是 双重打击 双重打击 没有 三重 就是新装过去那个三重打击 为什么 我要讲三重打击 因为最近大家也突然发现一件事 很奇怪 第一个 伪创是不是认列力讯的业外损失 之前讲好开心 我手上有很多力讯的股票 你知道这个力讯的股票 今年以来从50块以上 跌到现在腰斩 好 结果变成第一季 美股对伪创来讲 因为你要认列这个投资亏损 对不对 它持有5639万股 5639万股 持股比例是0.81 任列损失 导致它亏损0.31 包括合作的部分也是一样 因为它也有持有比例 你看0.57 这个部分都有冲击 那大家就突然想说 哇 以前叫我们一天吃一颗苹果 对不对 那现在我是白雪公主 那后母拿了这个苹果我要吃吗 这个竟然是毒苹果 为什么苹果会变毒苹果 我们来看一下果链三兄弟 果链三兄弟都很惨 不只是我们手上持有 力讯的股票很惨 力讯自己就很惨 力讯自己很惨之外 兰斯也很惨 戈尔也很惨 果链三兄弟都很惨 为什么过去吃苹果养活这么多人 现在吃苹果害了这么多人 好 当然第一个我们来看力讯 因为过去我们说红色供应链 可是力讯出现一个状况 营收大增 吃了苹果的这个大补完以后 营收增加了六十几%快七成 可是没想到毛利的压缩 各种的要求 导致它的净利其实年减2.12 所以变成我营收增加 我获利是减少 大家才发现说 哇 这个苹果 难肯 吃下去 很难肯 好 我再讲一个蓝丝科技 大家记不记得2011年的时候 当时这个大陆的官方的媒体 特别报道说 有20几家台厂公司 疑似什么污染啊 重金属污染 重金属污染 他们都是苹果供应链对不对 突然之间就被要求 要搬离 要整改 要干嘛 所以可诚不是后来卖掉了吗 当时他投资了6亿美金 去做那个厂 后来也想办法却便宜卖掉 后来肥了谁 就肥了蓝丝啊 那这会不会是地方政府 会不会是地方政府 为了抢苹果供应链的单 逼走我们的瓶盖公司 对 当然现在看起来 好吧 也好啦 你看 最后变成这样 所以是不是变成涂苹果 当然我们就我们自己苹果 各升学股价也是跌得很惨 今年跌了40% 蓝丝跌了59% 力讯金蜜跌了44% 好 那我们再去来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瓶盖股 我特别再讲一个 这个大力光的状况 因为最近这个苹果又在扶持了 VCM就是我们讲 硬圈马达 那这些硬圈马达 它也在做 可是现在它又扶持了另外 日本的阿尔卑斯电子 过去是一颗苹果就台湾 现在苹果竟然变成毒苹果 那凭盖股该怎么办 但基本上大力光 郁金光 红杰科 这些已经跌破年线很遥远了 这个都是空了 我觉得这个你也不要去思考了 也不用找什么两年线 三年线 这个也不用了 那这些楼上的呢 楼上的部分其实你会发现 它并不是只专注在苹果 它是苹果盖链股 但像金像电 它是伺服器 那加哲本身 它也有跟笔电其他的品牌 大幅度的合作 金元电子也是一样 所以反而你会看到 有法人的买盘在这边 而且线型其实相对是漂亮的 所以这三档是 目前线型原来是多分价格 而且也比台股相对强 那楼下的很惨 那当然市主我们来看一下 2382的广达 我们来看一下广达 那广达在今天传出员工暴动 影响到它MacBook的出货量 它的Dale和HP 也因为政策的改学一张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出货量 双重打击 对 所以线图来讲相对是弱 你看完这个 你会觉得也还好 跌不多 但是我们看一下音叶达 帮我敲一下音叶达 我们同时把它跟音叶达 如果去做一个对比 娟姐是不是不太一样 就是广达它其实 你看也没什么跌 可是其实它是弱势的 但是你同样做伺服器的音叶达 相对的表现就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绝对有影响 好 所以平盖骨该何去何从 各位怎么看呢 认为手上有平盖骨的 在大体上应该要站在卖方的 请给插 不同意的请给圈 请举牌 我们来看到 有四票插 来 音量 其实平盖骨它主要在 承承在手机跟平盘这一块 但是今年来讲的话 这个消费型的电影产品都会下来 所以我觉得说很多的概念骨 后面的营收可能是比较担忧的 所以营收数字可能会开始出现皮态 对 我现在的一定会有什么 我想说宣传的 不对 这一会认诞